我不是开玩笑啊 今天中国最好的老师都在北上广深 都在人大附中 成都479 华东师范 真正的好的老师都在名校 好的老师是稀缺的 名师是稀缺的 但普通的孩子是大量的 你不相信很多天眼地区的老师 你把他把高中数学和高中物理的题 让他做一下 他未必能够得一个高分 他自己都不会做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的侄女今年高二 我姐姐经常给他补课 因为成绩还不错 补物理不数学 补这两个最多嘛 因为物理数学最难 补完之后我姐就问他说 那个物理老师讲的怎么样 你补好了吗 然后我这个侄女说 他说好像这个老师 他也不会做这个体验 还有辅导孩子这个事 可以把中产家庭搞疯 不辅导作业目子子孝 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 你不辅导作业 你还挺喜欢你儿子 一辅导作业就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你亲身的 关键是你自己也做不出来 你不相信今天很多大学本科出来的 你相信不相信 小学六年级的题 你未必做得出来 初中的题你肯定做不出来 高中的题你看都看不懂 我没说错吧 亲子关系很重要啊 你儿子考了985211 考上了未来 也未必找一个特别高薪的工作 但是为了补课 把你儿子的关系搞得很差 得不偿失 所以辅导作业这个事 你别干了 让机器人去干 你就陪孩子玩伤玩水 看世界 让他想到你的时候 都是爸爸妈妈童年时光 陪伴我的好时光 所以你看 一个数学老师 为什么可以教数学 因为他把所有的题都做完了 他把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到大学的所有题都做完了 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消化了 你觉得一个数学老师 学知识点和做题 他有人工智能学的快吗 你们不用怀疑 人工智能的平均智商 绝对超过人类的平均智商 读985211 10年航船 12年航船 他所有的学的东西 人工智能可能一个小时 就把你10年航船的东西 全部学完了 所以把优秀老师的知识点 优秀老师的教课模型 科技化 数字化 人工智能化 然后再把学霸的学习模型 科技化 智能化 所以偏眼山区的孩子 通过一个人工智能学习机 也能做到科技普惠 也能做到教育公平 其实国家还要支持这件事情 真的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作用 来 我告诉你 法律也是一样的 你们今天请一个律师 你们需要花多少顾问费 花3万到5万对不对 你们请律师 他熟悉法律条款 他熟悉合同 他很知道很多的案例 判例 对不对 一个律师再牛 你脑子里记住多少法律条款 记住多少合同风险 你又能够记得住多少的判例 你绝对没有人工智能律师记得多 他用一个小时 就把一个法律本科 4年硕士加上3年的东西 全部给你学完 他记得条款比你稀 他记得判例比你多 所以人工智能加法律 未来会出现素质人律师 和人工智能律师 我只收你50块 因为他的边际成本为零 他没有边际成本 所以你请个律师需要 2万 3万 3万到5万 我有一个人工智能律师 我一个月只收你50块 一年几百块钱 是不是把这个行业全部重塑了 大多数的律师 普通律师 极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律师替代掉 你不用想了 这个事已经实现了 已经有人在做了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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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